当可饿的他松开手指 一瓶酒精含量5%的啤酒掉落在柏油露面上 愤怒的泡泡随住锋利无情的玻璃碎片散开 借助目露凶光的他举起大铁锤 使劲砸碎其他十箱啤酒 令人遗憾的是他默有被割伤 有些人就算默喝酒 也会醉醺醺的口吐恶言 而且丑态百出 可能他们从来就没清醒过 同时也证明一个人会否作恶 和喝酒默有关系 他怪罪雪州政府鼓励人民喝酒 搞笑的是啤酒节还末开始 他自己就先把钱贡献给啤酒工业 先买十箱啤酒 还抱住一大箱到处走 除了这个他 还有一小撮的他们出来反对啤酒节 他们基于宗教因素而不能喝酒 但是他们凭什么去管别人喝不喝酒呢 如果他们要管的话 华人的酒席颜开一百席 要管吗 东马土著的丰收节喝酒 要管吗 孕妇坐月子吃黄酒机 要管吗 老人家养生喝的保健酒 要管吗 基督教徒吃圣餐的面饼和葡萄酒 管不管 信任是支撑社会的柱头 这些人认为 非穆斯林卖酒喝酒 可能导致穆斯林受不了引诱 这就是对自己和身边人缺乏信任的问题了 大文豪沙士比亚说得好 对自己不信任 还会信任什么真理 如果过分的怀疑自己他人 任何时候都要追根究底的质问对方 社会如何运作呢 信任是支撑社会的柱头 我们信奉宗教 要相信神明的祝福 相信他能拯救我们软弱的灵魂 我们把钱存入银行 要相信银行会妥善保管我们的血汗钱 定期缴付利息 我们让孩子上学 要相信老师的寻寻善诱 我们交友 就要相信他们 不要时刻防范 有人喝酒闹事 也有更多人是小酌怡情 不喝酒而做坏事的人也很多 不能把任何坏事归咎于酒精 我们常看到那些飙车族 乱伦 弃鹰 无声文化 贪赃枉法 吸毒以及掠夺未必和酒有直接关系 最可怕的是未隐先罪 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借酒闹事 有什么不满都用暴力闹事来表达 简直是年轻人的负面榜样 眼线他们被警察扣上手铐 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罪了 也犯罪了 任谁都掩饰不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